向大会报告 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质询 第一位质询的议员是陈议员丽娜 时间45分钟 议员请 谢谢主席 刚刚还没有进来之前在外面 然后就听到一堆这个照相的声音 后来才知道是那个吴副市长 很多人抢的跟他拍照 明天520要上任 就要到台北去了 今天还来备询 先跟你恭喜 那也希望将来高雄市有许多的工作 还希望副市长这边多多帮忙 在这边我今天 要讲的议题当然也是还蛮多的 因为地方上面其实还有很多事是尚未解决的 我是不是 第一个题目市长看了就非常的清楚 我要讲的依然是垃圾的问题 我是不是请先帮我放两段影片 可以全荧幕吗 好谢谢 这个在四泉路跟北陵路上 就是在我们的南区焚化炉的周遭 那可以看得到 这旁边是怎么样 全部围了一圈 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垃圾车要进去 我们的焚化炉里面 那不论是外线市的高雄市内的 然后民间的公家的都有排成这个样子 那机车道到哪里去了 机车道不见哦 如果要骑机车的人要骑到汽车道来 第二段一样的状况 那当然这是拍两段那是不同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长 那整个机车道其实已经没办法骑了 如果大家都知道这工业区里面骑摩托车的这个人非常的多啊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他留一条机车道给他用 那如果以之前我的质询啊 这状况骑摩托车的人就要开单哦 就要开单哦 那我想要说的是说 我们都知道啊 高雄市烧垃圾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 以跟新北市来讲 我们人口数大概差了120万人 每年的垃圾焚化量比他们多2万吨 2万多吨 所以高雄市是永多 垃圾全台湾的垃圾焚化量第一的宝座 垃圾焚化王 那高雄人是不是很会制造垃圾啊 怎么这么多垃圾 我想不是的 高雄每一年都一直在检讨要不要减少垃圾 所以是高雄代烧垃圾很多 我们一年光是代烧的费用可以收到3亿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数字 高雄量真的非常的高 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 我们所有的市民其实慢慢的都有感觉到因为来自于空气 大家如果知道高雄市的CO2排放量 每一年大概有5623万公吨 人均量是20.25吨每一年 台湾平均量的double 全球平均量的五倍 这样子的量 在高雄市状况是这样 我还没提到PM2.5 止暴的天数 在高雄市超过的天数之高的 其实高雄市的天的空气的状况 其实是非常糟的 但是我们依然很大方的在烧这么多的垃圾 那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些垃圾的量啊 每一年大概有12万吨是外县市的带烧垃圾量 是占总处理量的30% 那也就是二氧化碳的量 就是我们废弃物的产生二氧化碳量是96.11万公吨 那外县市占了多少 24万公吨 就是大概有25到30% 废弃物的二氧化碳的量 是来自于外县市的垃圾所产生的 还没有讲到PM2.5的部分 是不是 空气污染的部分 有很多是来自于外县市我们去代烧的这些垃圾 那我们只为了一句就说 因为我们必须有责任去做一些 就是协助旁边的邻居去处理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办法烧的垃圾 但是所受的伤害却是全高雄市的市民 我在这边要指出的是说 如果我们不能够考虑到整体的空气污染的状况 我们无止境的去烧 或是我们认为我们还有余量可以去烧这些东西 那就错了 环保署也一样 应该要评估的是说 我们到底在高雄市可以负荷的量有多少 应不应该烧这么多的垃圾 其他县市的环境没有这么差的时候 要不要烧 譬如说台北市 他为什么可以选择不要烧 是不是 那为什么高雄市一定要烧这么多 如果高雄市不烧外县市的垃圾 我们的污染程度 就说烧的这些垃圾量的程度 量跟台北市差不多而已 垃圾量跟台北市差不多而已 那我们为什么要烧这么多垃圾 台北市可以拥有好的经济环境 还可以拥有好的空气品质 高雄市就一天到晚在讲说我们没有钱 我们还要再做一堆有关于污染的事情 这又是为什么 高雄市政府为什么要接受 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不能因为一句就是说 因为台东还有二至三年 他们的炉子可能有机会重启 所以我们还要再帮他烧二至三年 只因为他们一个立委来 就说OK了 那云林呢 要多久不知道 高雄市市民忍耐吧 继续烧 这样子对吗 我在之前提过 在部门的时候 希望花三分之一的钱 为就是一年的代烧费用 三分之一的钱 可以帮高雄市所有的教室里面 所有的班级里头 放置一台的空气清景机 但是呢 局长并没有正式的回应 那我在这边针对这个议题 我必须要跟市长提出来我的建议 第一就是说 520之后应该要全面的停烧 要求中央应该要考虑一下 地方空屋状况 依照环境的负荷来分配代烧额度 第二 我们因为空屋导致我们小朋友 外出去做这些运动啦什么 都呼吸出去还要戴口罩 忍受这种闷热之苦 如果进教室能够有一台空气清静机 保持他们在空气上面的清静 市长愿意吗 我想要请教一下市长 另外有关于垃圾车导致的这些机车组的交通问题 市长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比较好 那如果你能够答应立委 代烧外线市的垃圾 那你能不能也照顾一下高雄市的小朋友 在上课的时候的空气品质 那我请市长回应一下 请市长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陈宇言 空气污染的问题 垃圾的问题 其实跟政党的轮替没有关系 那我想陈宇言非常清楚 高雄市高雄市我们过去所有的混化场 都来自于中央的补助 中央的补助 包括法律的规定 中央到现阶段 大家都一样 所以应该要平均 应该要平均 我会要求说要平均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不管是台东 彭府 金门 等等 他们 我当时在陈宇言上次的咨询 我基本上 我没有了解那么深入 我会认为陈宇言讲的 确实我是 这是高雄的痛 所以我觉得 我就是要求环保局 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发现 如果我立即 要把台东 彭府 金门 几个 造成的问题 非常的大 必须给他们时间处理 环保署也来找我们 我这个时候都跟政党无关 像医师庭的被 被巡台 没有所谓的准备不好的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 我想我 另外就是说 好 你觉得就是说 你后续的了解 就是所谓真正的了解吗 那也不一定 我应该是这么说 我会发现 我当时是说 高雄是应该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时间期限 是能够多久 这个当然 必须我们在环保局上 专业的操作比较了解 但是如果我们立即停烧 这个问题 市长你认为就是说 大家应该要公平对待的这件事情是对的吗 不是我认为说 这个县市台北可以选择不要烧 高雄市为什么要烧 环保局去处理台北市一样要去承担 什么时候 台北市 还没有啊 台北市还没烧啊 他们有啊 台北市有在处理 他们有没有公开 这个我不清楚 他们如果有新年上新闻 他们的议员要跳脚了 没有我想今天这是一个区域的联防 那我现在要跟陈彦宏 如果真的有烧 据我了解烧的量也并不多 而且才只是四烧三个月 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啦 这个在议事厅上面讲 当然这个事情后面都可以去查 对 我会去 我会要求继续在520之后 我也会继续跟环保署联络 我希望在整个全国来承担区域联防的这个部分 我希望都能够公平 我也不认为高雄市必须承担这么多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需要市长就是持续这样子来对待高雄市民 另外一个部分就刚刚陈彦提到 说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受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 我们的学生孩子他在成长 有没有空气的清静器 这个我会跟中央环保署 我会认为如果在这个地方 高雄市在这个阶段 第一个是代烧费 第二是空污基金 对 代烧费你可以编在一般预算里头 空污基金就另外再从空污基金去编 这个我会 这个都是可行的 那如果中央要给我们也不排斥 这个市长你觉得这件事还是有机会吗 我会这个部分我会如果中央这样是不是能够有效改善 至少学生认为说如果教室有一台 对P22.5的确是有作用 那这个部分我会继续跟中央来表达 我也会认为高雄市在这个空气污染的部分 重工业的城市我们已经承担太多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会继续努力 对于刚刚那个车子被挡到的部分 刚刚市长有看到了吗 摩托车组都没有位置可以 可以骑的部分 我请那个相关的单位一定要去把这个克服掉 排队不要排在那个地方排成那个样子 或者他根本不应该要排队啊 南区焚化炉前一阵子排队 然后后来又告诉我又正常了 不会排队了 最近又时常选时段在排队 附近的居民会告诉我的 所以还是大家就是要好好的做啊 那我也请那个交通问题要一并改善 另外在这边要提到的是 有关于中山路的危险状况 市长也去参加了大鲁阁草牙道的开幕 然后人非常的多 每一个礼拜六日的人现在也都还蛮多的 然后在接下来就是暑假的旺季 我相信人也会持续多 但是他却是高雄市十大造势路口的第一名 中山路跟中安路口 那如果知道的话 其实中山路总共有七个路口 都是在高雄市的十大造势路段里头 比如说大鲁阁草牙道的是中山跟中安 中山跟平和是拖板车厂出入的地方 中山跟金服也是 然后中山凯旋跟中山凯旋试路 是梦时代跟一边梦时代 一边是金钻凯旋跟前证加工区 然后中山跟大业是临海工业区的出入口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些骑摩托车组 非常多的地方 甚至大家认为是 可能是大型的车辆多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大的 这些路段危险路段的地方 会不会是因为大型车辆所造成的 事实上后来我们去做了调查以后发现 其实警方的造势车辆的统计 却是以机车跟小客车居多 这一些路段都是 所以呢显现出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其实是机车族跟汽车族 在这一些可能是违反耗制 或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的这一块 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改善的 从以前到现在 一条中山路可以有七个 在高雄市的十大危险路口 排在里面 就可以看得到 中山路是多么危险的一个路段 那我觉得就说在这个路段里头 尤其我今年一直提到 有关于交通的部分 我希望呢 在中山路这个地方 应该要保障 我们机车族的安全 我觉得交通教育是一定 这个安全教育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相对的 我们在设计路幅的安全 也应该要一并的考量进去 前一阵子我才提到一个就是说 当机车主他跨越了这个实线 然后到了快车道的时候 要被照相罚六百块钱 然后其实他会越线的原因是因为 汽车越过了机车道 然后或是巴士 我们的公车要停靠 就靠过去 结果呢 机车主被挤到了快车道 那这样也被照相 所以两百八十万的机车主在高雄市是极为弱势的 那公不公平 我觉得极为不公平 高雄市对于机车主的排斥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们的停车空间并不理想 我们对于机车主的照顾安全程度 在路的使用上面 其实比例上面是不对的 然后甚至是设计上面是危险的 那这些东西长期都被忽略 因为我们只觉得机车他是 骑机车的人是危险人物 好像骑机车的人他是有天生的原罪 但是高雄市有两百八十万辆的机车 有这么多人骑机车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要养家活口 必须要省钱 我可能坐捷运一天的钱 我可以骑摩托车骑一个礼拜啊 对我来讲 我坐了捷运我还得走路到我公司去 说不定还在搭一段的公共汽车 但是呢 如果我汽车 机车一起 我马上就到了我应该要到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机车组的服务 应该要更进一步 至少是保障他的安全 所以我建议啊 不要让机车组在生命跟路权之间 二选一了啦 拜托啦 全 中山路应该要做第一条示范道路 做一条真正的机车专用道 让汽车跟公车在停靠的时候要有所选择 比如说汽车不能够越过机车道 他在转弯的时候 每个路口改一下 不要让他在那个车道做转弯 你可以用那个四个号字 那个向号的 就是让他有右转的那个号字的 让他去转 然后机车跟汽车的时间点把他岔开来 可以用交通的管制手段去处理他的安全性 让机车组能够有一条安全的道路 所以我建议是不是能够在中山路开辟第一条的 机车专用道 那这一题 我是不是请局长回应一下好了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对我们机车组的关心 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 议员提到说机车好像没有地方可以骑 那在一般的这个道路交通规则里面 当然我们第一个 如果说慢车道 机车的这个慢车道 可以通行的 被刚才那个垃圾车给占满 这个是应该要去 我们回去取缔这个垃圾车 但是就是说 我们有所谓的混合车道 像刚才你PO的那个照片 看起来单向就只有一个车道 那个叫混合车道 机车是可以骑进去的 不会受罚 所以在道路里面有不同的规范 其实机车并没有说一定限制不能在车道上面去行驶 一定要在所谓的实现外面的那个慢车道才可以行驶 那这个先跟议员报告 刚才议员特别关心中山路上面的 特别是草芽道的这一个开幕 其实这一个礼拜来我们也观察 它整个车流的状况跟营业的这个部分 刚好他们开管的时间 跟一般我们上下班的时间 是有所错开 那特别是在礼拜五礼拜天 虽然人车潮比较多 刚好是我们的那个上班时间 因为他们有开一个路口是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 是让机车族进去的 其实也有一些机车族埋怨 那个地方也造成了一些危险的状态 这个我们会持续来改善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大的 今天的问题是中山路你觉得去设一条怎么样 因为中山路对于这个车祸 你可以去掉掉数量 都是一般的汽车跟机车的车祸居多 中山路上面其实目前从这个 中山市路大概镇海路到机车路这一个路段 我们已经有规划到镇海路 镇海路到什么路 到飞机路 这个地方已经是 这个路段已经是有规划 这个机车停车专用车道 特别是我们是用分隔岛或是用潮化线 去把它去的开来 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 你去走一遍就知道了 需要考虑到道路的几何条件 那刚才提到的说 譬如说沿海路你一转过去 整个就没有了 那那边中山路底的时候 就飞机路跟中山路交叉口的时候 也有一段也没有 它是有些有有些没有 并非全部有 这个我们会持续来强化 这个对于机车路权使用的保障 那当然机车在整个车流里面 它有受到比较弱势的情境 比如说我们特别 我建议你 我建议你中山路可以试试看 去规划一条专用道 保障所有机车组的安全 你刚刚提到现在没有一个跟我的主题有相关 有啊 就是说 郑海路到飞机路这个中山路上面 我们已经有规划 有分隔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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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不要说这个好了啦 光是在临雅区的这些中山路 你看看这些摩托车是怎么骑的 然后呢只要机车组一停在那个路的旁边的时候 有时候车门一打开来 不小心都要打到机车组 这是为什么我们发现有一些重大的造势 是因为我们路边或是路口 有并排停车 或是在慢车道上面围停的情况 这个部分我们在道安委员会里面 也特别针对这个现象 要求要能够加强的来执法取缔 甚至脱掉 是 局长可以做吗 你觉得可以考虑试试看吗 目前已经有我们还会持续再把它强化 目前有的是分隔岛不是所谓的机车专用岛 然后你可以你可以在整条整条的中山路 试着把它涂成不同的颜色 让它去做颜色上面的区隔 让大家在使用上面知道就是说 怎么样去把机车跟汽车把它分开来 我跟议员说明 分隔岛主要把它区隔开来 就是要让机车专用 有分隔岛的就不用了 但就是没有分隔岛的部分 我说我们持续来看那个几个条件 如果你可以把整条分隔岛汽车也可以进去 它要转弯的时候它也是可以进去 如果在机车专用岛里面 汽车是不能进去 所以你要不要去弄一条机车专用岛 我刚刚有报告过了 目前在正海路到飞机路这个路段 是机车专用岛 那我们可以来 录音带又倒转 这个事情你回去考虑一下 我觉得当然我们都没有机会 跟你们私底下先沟通这些事情 也希望你带回去好好思考一下 如果它是一个好的政策 也请你试着做做看 看能不能做 我相信对所有的机车组来讲都是好事 我也请教过别人 这样子是不是会比较安全 所以我不是随便提出来 这个东西不是凭空化的 所以也请你思考看看 如果这样真的能够促进 机车跟汽车互相行驶之间的安全 也请你试试看能不能做好不好 请你先坐下 谢谢 接下来也是一个问题 高雄市我们常常都会看到 很多的地方都有类似像这些东西 会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有人常常被这个东西绊倒 我已经听到无数次 那有时候觉得这题目太小 到底要不要提 结果我就请我助理到处去拍 果然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还有很多的相片 都是有关于类似的 不论是在墙边路边 或是小角落 甚至在红砖道上面 无所不有 像这种施工完后留下一小块的东西 有市政府的 有台电的 有交通局的 有什么的 全部都有 只要你有跟设置 设置这一些东西有相关的人 你们都会留下这一些 遗留的东西 但是却造成了市民常常会跌倒的状态 我不知道这应该依照 依照这事是应该要谁处理 那但是它分配的机关还蛮多的 所以我只好把它放到总咨询来 请市长才试一下 像这种东西在高雄市非常的多 但是呢 我们却常常让这些东西去破坏我们的市容 甚至影响到一些老人家的 新的安全 所以呢 我是不是可以拜托市长 像类似像这种施工完 他又要留一块 希望下次施工 还可以暂时再使用的这些东西啊 如果他真的妨碍到道路了 我上面这个是明显一点 像这样子 有的已经看起来就很老旧了 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就把它弄掉了 不要再留在那边 数十年如一日 常常让人家会跌倒 市长我是不是请你做个整合一下 看看大家要怎么处理 有没有办法在三个月内请所有的市府相关的单位 只要是自己的东西赶快把它清掉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陈议员 那我自己有些时候 外出我也是有发现 类似有肉干的地方 就是没有处理的最完善 对于我们的入品是有影响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有一些 如果是台电 如果有一些是其他的公务机关 如果是在工程上有它一定的必要性 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养工处跟他们做一些讨论 如果不是只是我们工程没有把它处理的更完善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希望养工处这个部分 针对高雄市所有大大大街小巷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觉得我们养工处这个部分 我会要求他们把它除非是公务机关台电 他们有一些工程的必须 那就请他们譬如说上面再加个什么东西 加个一个木 不会去踢倒跌倒之类的 这个我们会要求 那是不是请市长 我会请养工处这个部分来处理 好 谢谢市长 再接下来一样是 还是跟养工处有关系的 我在这边要提到的就是 之前我有提到一个案子 就是在102年跟103年 就是我们高雄市 泰换了6万多盏的水银灯 把它换成LED灯的案子 我相信市长对这个案子都不陌生 局长对这个案子也不陌生 那当时大家对这个案子印象深刻的原因 都是来自于这有一笔的收贿 好 那这个事情 我相信也都已经过了 但是呢 后续还是有一些东西 譬如说 104年3月12号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叫做水银灯落日计划 水银灯 我相信这是全国统一的政策 希望水银灯能够都下下来换成LED灯 除了就是扶植产业以外 LED灯比较省电 LED灯的光 这个亮度比较够 所以呢 对于所有的人来讲 省电亮度又够 中央又补助钱 那有什么不好 那一定是一件好事嘛 所以高雄市政府呢 在这个案子里面争取了五亿多 要套换五万多盏的水银路灯 那预计呢 大概每年可以省下六千万的电费 那如果102年到105年 当时的那个计划可以省的电费 跟这个电费打起来 可能就有一亿多的钱 所以呢 我们每一年 光是做这些东西 其实就可以帮高雄市做很多的东西 感觉上还挺不错的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听说啊 当厂商去换的时候才发现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水银灯的量 那没有那么多的水银灯量 怎么可能高雄市政府可以去申请 可以拿着一个清测 告诉中央说 我们有五万多盏的水银灯 申请五亿多的钱 结果厂商去换的时候 恍然发现 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量而已啊 其他五分之四的量跑去哪里了 那怪啦 这里头有一些问题的存在 这一段里头我提到有一些问题 我要先讲一下 这里面可能会牵涉的就是 公务人员灯载不实 窃电的问题 那我在这边 后续我会再继续解释 为什么我这么说 那高雄市的水银灯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哪里去了 那 这是我们照出来的 左边的灯 这是黄色很明显 可以看到右边这边 左侧是绿色的灯 右边是黄色的灯嘛 仔细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两边的灯是不一样的 它是属于什么灯 可能应该是一边是水银灯 一边应该是高压纳灯 大概是这两种灯 所以颜色不一样 那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嘛 什么叫高压纳灯之类的 那这杆子更特别啦 一支杆子两支灯 高雄市还蛮多这种的 但是两支灯的颜色不一样 高雄市简直就是像一个 霓虹灯充满的城市一样 昨天我经过一个地方 有一个朋友指着给我看说 我们这边换了一盏LED灯 再换过去再看 那边的灯为什么是黄色的 市民在质疑说 为什么有的灯是白光 有的灯是黄光啊 那为什么全部都换一样的 换不了 换不了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换不了 我这边做了一个表 简单的跟市长来做解释一下 水银灯的瓦数 大概200到400 高压纳灯是150到250 LED灯是70到120 可以看到LED灯是最省电的 但是水银灯跟高压纳灯比 高压纳灯稍微耗电一点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价格来讲 水银灯其实 价格虽然便宜 但是它要换的时候贵 光是换一支水银灯 要125万 整个换的话 那LED灯如果维护要换的时候 是5万块 高压纳灯也不是太便宜 75万一支 维护更换的成本 它以5年来算 那节能效益当然最好的还是LED灯 明明看起来我们都了解 东西就是LED灯是目前的趋势 而且对高雄市最有帮助 而且中央有补助 但是呢 现在的问题来了 什么时候把水银灯换成高压纳灯 不知道 但是现在问题是变成 这么多的高压纳灯 却没有办法换成LED灯 这是高雄市最大的问题啊 是不是 高雄市的路灯 有同路不同灯 同感不同灯的乱象 水银灯的灯记 在台电 不是 我们现在台电里面 灯记的水银灯的灯数 的确有5万多载 但是事实上啊 应该将近4万载是高压纳灯 所以我们就有灯载不实的问题 国务人员灯载不实是有事情的啊 另外呢 250瓦是高压纳灯 200瓦是水银灯 台电在这些电费的申请上面 是依照你报上去的啊 所以他所申请 我们高雄市政府支付的电费是 水银灯的电费 所以 我们是一种偷电的行为啊 所以 违反了电信法106条 窃电得除5年以下 有期徒刑 高雄市政府怎么会 在这些过程里头这样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昨天要了一份 开口契约 看你们维修到底要怎么维修 才恍然发现 明明104年的时候 已经申请说要换成LED灯了 105年的时候还可以开口的厂商说要跟 就是跟换这些高压纳灯 就是这些厂商换多少算多少 我只要高压纳灯换了 我坏了我就请这个厂商去换高压纳灯 这逻辑对吗 不禁让我觉得好像感觉上这个四万 将近四万盏的高压纳灯是不是要土力厂商用的 因为以现在的逻辑来讲 你根本换不了啦 那怎么办 高雄市民所有的路上的灯现在呈现的状况就是黄绿 白这几种颜色在那边闪来闪去 能看吗 明明中央有补助你那么多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不一并把它做完 一定要搞成这个样子 那这些公务人员出现了什么状况 我很担心啊 当时的决定是谁决定的 要这样做 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形 我们将来在中央会不会取得一个方式 去处理这些高压纳灯 我希望有机会啊 因为现在钱已经申请下来了 第一个就是高雄市其实用不实的数据去申请这笔钱 第二 申请的这笔钱又没有办法全面去套换的状况底下 将来高雄市这些高压纳灯并不在中央的计划里 高雄市的这些高压纳灯要怎么处理 永远都要让这些厂商这样子用开口契约维护下去吗 对高雄市民来讲是极大的一个损失啊 高雄市的财政 电力本来可以省的 没省到 然后呢 中央的补助 明明应该可以补助到马上换的 你现在又不能换 又导致了公务人员 可能有偷电的危机 可能有灯载不死的危机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搞的 这些事情啊 这是一个开口契约的所有的内容 我简单的PO出来 表示这个内容是很清楚的 好 对不起 这是下一题了 我在这边要拜托的 是有关于 这件事情 我们 如果说要让高雄市民 有一个好的结果 应该要全部的来态换 但是现在的这些高压纳灯 却因为它的明目上面的不同 它没有办法态换 那我要想请问市长 这个事情应该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怎么样让市民获得它应有的权利 怎么样让高雄市的这些灯 可以全部的变成LED灯 市长是不是你先回应一下 好 请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陈妍 实际的状况 我会请公务局在这个部分 跟我进行一个报告 到底的这个状况 如果这个中间 如果有像陈妍所说 有任何弊端的嫌疑 那我会深入调查 那我想这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我们对所有的公务人员是信任的 那今天他们在执行很多的公务 如果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都会进行先了解 那我想如果这个中间有任何 我们一定是依法行事 那我们公务人员依法行事 也要得到我们高度的支持 但如果有任何不法 那我们当然是依法就办 谢谢市长 那我也请阵风处这边 要针对这件案子下去了解 部长可以吗 谢谢 好 我希望 因为这个案子一提出来 市长说要先看看那个事情的状况 要先做了解 那如果事情如我所说的 那我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检调上面他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由他们去解决 但是市长要拜托的就是 尽量去争取 让我们所有的LED灯可以顺利的态换这件事 拜托市长 谢谢 另外这个议题是每次都 我都必须要讲到的大林浦千春的部分 那因为又换了另外一个 虽然市长刚刚有讲到 换了政党并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要从这边再开始延伸起 那我们市长你就记得 当时在你施政报告的时候 我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一个 所以对于当时的 今天还算是了 那那个当时的院长所说的这个计划 然后跟经济部所同意的提出的这个计划 那告诉我们大林浦的居民 2019年就可以千春完毕 所以大林浦的居民其实是非常的高兴的 那但是呢 当时我在议会问了市长之后 市长觉得如果没有虚地机关 你不知道钱应该要从哪里编出来 那当时行政院是说 没有虚地机关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可以用今年核准计划 明年开始编列特别预算来处理 那2018年就可以做千春的作业 2019年要千春完毕 如果这个计划是 这个旧政府 他的一个计划 但是呢 到了看守的时间 并没有任何的作为 到了新政府的时候 并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一样这个案子继续推动的话 那市长我就要拜托你 因为在接下来里面有很多东西 的确我们没有看到实质性的 我们也希望后续 譬如说经费应该怎么编 虚地机关到底还需不需要 因为以我们千春的例子 我们会认为需要吗 有没有真的如他们所讲的不需要 那如果需要 又定在2019要完成 那可不可以赶快的把这个计划赶上进度 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在2019可以顺利的千春完毕 这个是以前我们常常在讲说 重北侵南 都觉得北部的边的经费特别多 南部好像比较被忽略掉 后来当然政府在上面做了一些努力 但是我想的确还是不够 对南部来讲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也需要中央再继续的为南部再多做一点事情 所以我想如果大林浦的案子能够顺利的争取到 这是一个没有重北侵南最好的例子 也给新政府一个最好的一个示范 让他去表现一下到底他是不是北部跟南部一样重视 市长对这个事情 我知道你526好像要去开会 原本我的咨询在526 那因为你要去开会 所以我 是愿会 第一次的愿会 所以我期待呢 在这些重要的议题上面 市长能够提出来 为我们地方上面争取这些市民的福利 让我们期待2019真的能够看到千春完成 我是不是请市长回应一下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陈宜言 大林浦千春的问题 我跟陈宜言一样长期关心 但是事实上这几年来 大林浦因为千春的议题 导致包括国道7号 包括我们的游艇专业区 我们大林浦的乡亲都表达反对的意见 就是说如果再增加这些污染 他们都不同意 那我想这些 这个问题我都是了解 但是我想刚刚陈宜言提到 我们大林府经济部 他是我们高雄市级的立法委员在小港 赖瑞隆对经济部长提出的咨询 要求他一个月之内能够有一个报告的说明 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说明 经济部在4月20日他们要求他们把这个内容经济部审议以后再报行政院 所以当时是在希望5月21号经过大林浦千春初步评估说明会抱怨 那我想我只是要跟陈宜言说大林浦千春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经济部长大概几天就是准经济部长几天以前刚好有机会到高雄 我们也跟他提到大林浦千春的问题 那现在所有这些的评估说明 那我会继续了解 那我也会跟行政院的院长 不管是他们负责专门的政务委员 我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 这个部分一定要来解决面对大林浦千春 虚定的机关是哪一个部会 议算怎么编类 那我想陈宜言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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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陈宜言的千春都四十年 那我是希望说 这个部分大那部有那些人的经验 那我们这次可以允计 如果大家认为大林浦应该千春 我们就一起来面对 那高雄市政府愿意作为行政的机关 我们在高雄市 我们有若干的在地方的作为 我们愿意去执行 那我们也愿意 我们的态度现在跟过去都一样 我们高雄市政府愿意配合中央 来完成大林浦的千春 那这个现在这个评估 在现在要送到行政院 520以后行政院对这个评估的内容 有哪些改变 我们也会追踪 谢谢 我想88%的大林浦民众已经确认他们是要千春 然后呢所提出来的这个土地有可能是在这个中轮跟牛寮这个地方稍微让大家也有点印象 因为在呃是在做民调的时候都这样讲 另外就是以地异地跟呃这个做那个协议架构的部分是呃一直军民所需要的 因为他们也很害怕出来之后明明在大林浦有个房子出来之后如果没有办法有间房子可以住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 所以我拜托市长在争取的时候要朝着这个方面继续去争取啊 哦让市民可以看到2019年真的能够千春完璧 我想这是所有大林浦的居民呃一直要拜托市长的部分 也请市长在526的时候能够为所有的市民来争取 另外呢我要提的有关于财政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讲说高雄市是负债最多的城市 我们也很不希望这个名字一直挂在我们身上 这几年来我们也提了很多的方式希望能够开源节流 但是呢效果其实也都没有看到比较显著的部分 譬如说我们今年要编这个给那个劳健保的补助费用的时候 我们就编不出来了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嗯就是一个莫大的伤害 当时我有跟财政局长呃请教财政局长的说法 希望能够比照台北市一样就是能够获得那么多三百多亿的补助 那我想如果有三百多亿的补助高雄市的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以往这个问题我们都卡在观念上面互相不同 大家觉得应该要按照游戏规则来还是应该要用齐头市的平等 其实互相都有不同的方式 我认为呢一个政府要互相协调然后达成共识然后才能进行 但是呢这几年来所看到的是高雄市政府在地方上面叫嚣 那但是也没有获得中央比较好的一个补助 那如果说市长这一次在政党轮替刚刚有讲说新旧政府并没有什么不同 还是会继续这样子一起努力做下去 我相信是会的 但是呢在财政上面也期待因为市长的这个 在民进党里面受尊重的这个备份 能够让他尊重更重视我们高雄市 譬如说对于这个补助款的部分 认为五年有818亿是缓缺的 那等于一年大概有160亿的部分 是少给高雄市的 这是在高雄市政府一直以来认为的数字嘛 对不对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新的政府上来之后 给我们多160亿的统筹分配款 补助让我们可以在将来在做高雄县市的这些建设上面 能够更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对于这些劳健保费用的300 呃台北应该是325亿嘛 那325亿我们能不能顺利的争取到 让他一次给我们补足 不要再让高雄市每一年为了这个问题 跟台北市 跟中央不断的就是起一些争执 如果中央地方要和谐 如果说要把这件事情弥平 那我希望新的政府 是不是应该针对这个问题重新讨论 让我们的基准跟台北市一样的 用一个就直接补325亿吧 我觉得就说 呃这样子说起来啦 当然我们期待对高雄市的财政会有帮忙 也期许就说这样争取以后 对于高雄市的庞大的这个财政的压力 能够有所减缓 但是终归一句话 我觉得财务要正常化 其实还不只是人家多给你一些而已 等到这些东西都补足了之后 你会发现 如果经济的活络状况还是没有起来的话 其实整个政府还是不断的在做建设的这个频率不变 那还是一样是这样的负债额度啊 所以建设跟所要带来的这个经济的活络是要同时的 并不能说做建设而没有经济的活水 那两个如果能够同时轮转的时候 对高雄市才会有帮助 那今天市长副市长 我相信将来都会是高雄市很好的帮手 那希望也是高雄市的贵人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请教市长 针对我们这个财政上面的这两个大 谢谢 谢谢 请市长 谢谢议长 谢谢 陈一言 陈一言说我痛骂 我是认为我事实的陈述 两大我从来没有任何不好的字眼 对于我们财政的状况 我陈述事实 所以你用痛骂两个字 我觉得不妥事 那另外的部分 第一个劳健保会的部分 是中央补助台北325亿 补助高雄36亿 他用一个这样的游戏规则 是有利于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会涉及的劳工 有的从新北市 有的从桃园 那高雄市 我们不涉及的 我们很少有不涉及的劳工 大高雄 高雄市高雄县 如果用这样做一个当时中央 跟地方补助的对象 这个差异就太大 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 跟负责的政务委员中央 让他们非常清楚 用这样的方式 是一个不公平的方式 我希望他们在这个部分 正式在过去八年 对高雄市的不公平 我想我请他们 一定要正式这个问题 那另外我想刚刚有提到 县市合并以后 县市合并以后 原来的直辖市 跟高雄县的省辖市 那种中央补助款 那种中央跟地方的 一个补助的差异 都是完全不一样 跟其他的县市 新北市没有改变 台北市没有改变 桃园地区也没有改变 只有高雄 是 一个直辖市跟一个省辖市 从这个中央 这个差异八百一十八亿 这个部分 我们会认为中央在这个部分 要正式 应该要有落日条款 不过高雄市 在县市合并以后 我妈最爱承接高雄市增加十八倍 所有的负担 由高雄市来承担 这个部分 我们也让中央充分的了解 我想为了高雄市财政 能够慢慢的正常 中央财政收支化昏华 中央对整个地方 我想他们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我想站在高雄市的立场 我们一定会为高雄市民争取应有的公道 谢谢 谢谢陈议员的咨询 休息十分钟